大家好,我是邵阳 今天给大家出一部看了之后 绝对让人深似的韩国校园犯罪电影 《蚯蚓》 先来说一下男主大壮 大壮怀有脑瘫 语言和行动能力有很大障碍 但作然如此 他开得了车 摆得了摊 和女儿翠花相依为命 翠花也很争气 具有声乐细胞 升高中的时候 被首尔一家著名艺术学校录取 被录取成功后 翠花和大壮搬到了首尔 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出到首尔 因为找不到固定的摊位 大壮就在别人的店铺门口摆摊售卖 这自然遭到了店主的驱赶 甚至推荡 看到父亲被欺负 翠花当时就不乐意了 双方很快扭打在一起 最后还闹到了警局 但是警察也歧视 大壮是脑瘫 说话还很不好听 翠花很气愤 但又无可奈何 幸运的是 几经周转 大壮终于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摊位 另一边 翠花来到了新学校 看到这里的学生 大多是来自非富即贵的家庭 毫无来头的她 很快遭到了霸道僧人组的排挤 慢慢的 翠花就与同病相连的眼镜妹成了好朋友 眼镜妹生性懦弱 胆小如鼠 因此也经常遭到霸道僧人组的欺负 后来在学校选拔合唱团成员的时候 翠花嗓音甜美 一鸣惊人 这遭到了霸道女组长大兄妹的嫉妒 同时大兄妹的暗恋对象 渣渣男也注意上了翠花 这一天 翠花随合唱团外出参加活动 在聚餐的时候 大家互相攀比吹嘘自己的显赫家世 霸道大兄妹故意询问翠花的家庭情况 没想到翠花为了面子 谎称自己的父亲是做服装生意的 谁曾想 他这话一说出口 就遭到了渣渣男的注意 渣渣男的家庭也是做服装生意的 但他是数字 没有继承权 于是他就对翠花产生了亏似之心 现在的小孩子都想的这么长远了吗 第二天早上 翠花在湖边练生 渣渣男来到他身边 来了一波美男计 翠花果然就中击了 很快就沉沦了 半退半就之下 两人来了一波白日飙车 但是没想到 这一幕碰巧被经过的 霸道三人组中的长发妹 砍个正着 还用手机露了下来 转眼就告诉了大兄妹 大兄妹是怒火中烧啊 翠花你敢抢我的男人 我要你付出代价 霸道三人组先是找到眼镜妹 威胁他说出了翠花的真正家事 然后就告诉了渣渣男 渣渣男感觉自己被骗了 他来到女主家 对他是羞辱打骂 甚至还用烟头烫伤了他 之后受伤的翠花找到霸道大兄妹 决定稀释宁人 专心学习 大兄妹却并不买账 还出言讽刺女主的父亲 翠花最受不了的 就是别人辱骂他父亲 直接把大兄妹打进了医院 大兄妹的父母很快知道了这件事 他们并不想善罢甘休 直接找来了霸道三人组中的另外两人 还有眼镜妹 让他们做假证 说翠花是施暴者 而他们三人是受害者 还真是有什么样的孩子 就有什么样的父母啊 眼镜妹由于害怕 也选择了说谎 学校很重视这件事 经过商量之后 要求翠花退学 即便大壮百般请求 但也无济于事 翠花最终还是退学了 之后他就开始在便利店打工 还结识了好心的店长 在他的帮助下 写了一封控诉校园暴力的检举信 发给了相关部门 但是上级部门也是官官相护 收到检举信后 只是简单联系了学校领导 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查 渣渣男的谷歌是校方董事会成员 他警告渣渣男 不要再惹是生非 另一边霸道大兄妹 得知了翠花告状的消息 他担心此事影响到自己 于是一场阴谋策划 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又一次利用眼镜们 让他带路 带着渣渣男和另外三名男生 闯进了翠花的家里 他们起初只是用言语嘲弄翠花 但后来看到翠花没有什么反应 竟然把翠花关进了房间 轮番示报 还把这一切拍了下来 当一切结束 霸道大兄妹用视频威胁翠花 让他撤回检举信 不然就公开视频 翠花妥协了 按照霸道大兄妹的要求 撤回了检举信 本以为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但噩梦才刚刚开始 在这之后 那晚的三名男生 经常来骚扰翠花 甚至还公然闯入他工作的便利店 对他施暴 最可恨的是 霸道大兄妹 竟然让翠花出去接客 给他赚钱 为了不让父亲伤心 翠花只能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终于有一天 翠花向父亲大壮 提出了回老家的请求 但是毫不知情的大壮 就说这边生意很好 翠花伤心又无奈 他不敢把事情告诉父亲 只能独自承受内心的苦闷 他把这一切写进了日记里 最后把日记藏在了便利店的货架上 但是忍让是没有好结局的 校园霸凌不会因此终结 短短一个月里 他被迫接客二十多次 在一个雨夜 他终于崩溃了 选择了自杀 直到他死去六个月之后 他藏在便利店的日记本 才被发现 大壮从日记里了解到了所有的真相 得知真相的大壮痛不欲生 他后悔 他愤怒 他找到学校 要求严惩那些学生 但校方却根本不承认 还说翠花给学校抹黑 最后甚至把大壮赶出了学校 无奈的大壮又找到了警局 但警察却说 日记本并不能当做证据 还说翠花接过课 也不是什么正经女孩 求救无门的大壮彻底绝望了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法复仇 每一个伤害过女儿的人 都要付出代价 他利用眼镜门 把八道四人组约到阳台 用手中的硫酸 疯狂的颇向他们 在一声声撕金裂废的哭喊中 大壮的怨恨 仿佛终于得以发泄 之后大壮绑架了 曾经侵犯翠花的三名男孩 当然更不能少了渣渣男 他把他们带回了老家江华岛 本想给他们一次求生的机会 没想到四名男孩却相互推诿 逃脱责任 大壮听的是怒火中烧 再也忍不住 当即杀死了三名男生 最后大壮带着罪魁祸首渣渣男 来到一个小湖 翠花的骨灰就被葬在这片水域 如今大壮要让翠花亲眼看着 渣渣男这个凶手付出代价 他用鱼钩勾住了渣渣男的上颚 然后把他推进了水中 渣渣男就像一条蚯蚓一样 变成了鱼儿的养料 当然也少不了那三名死去的男生 纵然他们已经死去 也是在劫难逃 同样变成了鱼饲料 此处看的是莫名愉快 坏人终于付出了代价 但那些素害者又该何去何从呢 看了这部电影只想说 别傻了 一味的妥协忍让 只会让对方的霸凌来得变本加厉 要反抗 要斗争 才是唯一的方法 好了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